朋友们好,这两天,世界各地的有识知识们 都自己出钱出力啊,就为乌克兰打赢俄罗斯做贡献嘛 当然这里头也有我的贡献在内,因为我也在给加拿大纳税 加拿大政府也给乌克兰给了很多很多的武器弹药 具体是怎么个单子,以后慢慢的再给朋友们慢慢聊吧 现在呢,我看到美国又要给飞机 德国,英国,可能其他的秘密武器,也欲欲欲试 当然,我就有点着急了,着急什么呢?我还能多使点什么劲呢? 那我就多费点兔满心子,多说几句话吧 给朋友们汇报点好消息吧 当然啦,就是汇报好消息的人挺多的 不仅仅是我一个人,我也要做点我的独特的工作 就是我在电脑上,在网络上 搜集一些有用的信息,然后分享给朋友们 这毕竟是比较新鲜嘛,我有我独特的视角 独特的来源,还有一些独特的讲法嘛 肯定我是unique,我是独一无二的 那今天给朋友们聊的这个独一无二的故事是什么故事呢? 故事呢,还是要从哈尔科夫聊起 哈尔科夫是乌克兰的第二大城市 也是乌克兰最重要的工业城市 也是个乌克兰出将,出巷的城市 就是一个非常有战斗力的城市 大家熟悉的那个亚素营 就是从哈尔科夫出来的 亚素营的那个祖师爷 就是他的创办人老白别雷 他呢,就是哈尔科夫的市民 当然,人家也是个学霸 是历史学的博士 哈尔科夫是出人才的地方 今天给朋友聊的呢,是哈尔科夫的 另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这个人的名字叫佛谢沃罗德科热米亚科 他是1965年出生在哈尔科夫的 然后呢,他在哈尔科夫上学 然后呢,一直在哈尔科夫工作,创业 他呢,就是乌克兰最大的农产品公司 叫做Agritrade Group 他是那个公司的CEO,当然也是总裁 他是相当相当有钱了,据说是乌克兰首富 在去年,也就是2022年2月24日 俄罗斯悍然发动了针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之后 当然,哈尔科夫是最前线嘛 就是,俄军呢,从一度突入了哈尔科夫的市中心 但是呢,被乌克兰人给打了出去 后来我们也知道了,就是在今年五六月份的时候 在哈尔科夫,军民全部奋起 就是呢,把俄罗斯全部给赶出了哈尔科夫 我们回头再聊这位老哥 就是科尔米亚科 科尔米亚科这个人是相当相当有魅力的 他魅力在什么地方呢? 他就是琴琴书画,无所不通啊 他那个弹钢琴,弹贝多芬的各种各样的曲子 都是相当相当厉害的 还有拉小提琴,还有声音乐 还有国际象棋,都是相当强的 在2017年,也就是他52岁的时候啊 他去美国参加了马拉森赛 用3.5小时跑完了马拉森全程 也是相当相当厉害的 他呢,被福布斯列为乌克兰的哪方面的 第一呢,就是说是滑冰,长跑,自行车,高尔夫 他在这方面投入了很多很多 就是自己喜欢这些运动,同时呢,也投入了很多的钱 让乌克兰人呢,在这方面呢,就是去锻炼身体嘛 不仅仅锻炼身体,还锻炼精神 现在,乌克兰在打仗 那,总体来说,太平岁月要长一些嘛 在太平岁月里头 人们的这种能量怎么去释放呢?就是通过体育嘛 体育是现代文明的相当大的一部分 大家不要小看这个体育 体育是相当相当重要的 咱们呢,回头再说 他对在这次战争当中起的作用吧 克日米亚克呀,他就是在俄罗斯人进攻哈尔科夫的时候 他就把自己的家产全部给变卖掉 然后把自己的员工全部给遣散 然后呢,把全世界各地能收集到的现金全部给收集起来 就组建了一个民兵营 这个民兵营就叫做哈尔提亚营 你看,哈尔科夫确实是了不起的 他组建了这个营,人数有多少呢? 人数可能是两三千人吧 就跟他原来管的那个 Agro Trade Group 那里的员工人数差不多 我想他的员工很多,可能都在他的这个民兵营里头 这个营,他的装备都是轻武器 就是什么,标枪啊,毒刺啊 还有一些轻型的这个牵引炮啊 轻型的自走炮啊 还有就是主要是无人机 他有很多很多的无人机 我呢,刚才给朋友们分享了一段 他们呢,就在乌冬,他们现在也到乌冬去了 也就在东巴斯去打 用那个无人机丢炸弹 在敌人的阵地,敌人就是俄罗斯人嘛 丢炸弹,炸死了很多很多 这个俄罗斯人,炸的我是心花怒放 非常非常高兴啊 我们来说一说 就是哈尔提亚营 都有哪些人组成的吧 当然,这个营的指挥官 就是刚刚给朋友们说的 佛谢沃罗德 科热米亚克 就是他,就是这个营的营长 指挥官 他下面呢,那些连长啊,排长啊 班长啊,还有普通的成员 大部分呢,都是哈尔科夫的一些商人 跟一些手工业者 还有一些就是匠人,什么木工啊,瓦工啊 还有就是水泥工啊,钢筋工啊 就是在建筑工程上,大家都知道 很多很多的这个,还有财分啊 等等的,都是这些匠人 这些匠人们呢,既然是匠人,又有钱 又有这个场地,又有这些设备 又有各种各样的关系 全世界又能拉来各种各样的赞助 他们呢,很多时候也搞一个创造发明 自己造一些 就是他们自己比较成熟的武器啊,等等的 都是相当相当,就战斗力相当相当强的 这个营,因为他成立的时间没有亚素营那么早嘛 亚素营是2014年就成立了,这个营呢,是2012年 也就是去年3月份才成立的 但是呢,他战斗力,业绩 并不输乌克兰的任何一支强军啊 我昨天给朋友们聊了,就是说 乌克兰已经把亚素营完全收编成 乌克兰武装力量的一部分了 现在的番号叫做乌克兰第三特战旅 而现在,今天给朋友们聊的这个 哈亚提亚营啊,他现在还是民兵组织 他不是乌克兰政府的 也不受乌克兰政府的管辖 不受乌克兰军方的制约 但是呢,他跟乌克兰军方的关系肯定是相当好的吧 因为他毕竟,就是 心里头,跟乌克兰正规军有个共同的目标 就把俄罗斯人给打出去嘛 所以呢,尽管他们原来是为了保卫自己的家乡哈尔科夫 确实在保卫哈尔科夫的过程当中也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但是现在他们呢,已经离开了自己家乡 去卢干斯克,杜尼斯克 去打俄罗斯入侵者了 关于这支部队啊,以后还有很多很多的消息 慢慢的再给朋友们聊吧 就是说,朋友们你们看一看 乌克兰确实是同仇敌忾 就是 乌克兰的首富 我们今天给朋友们聊的这位 热科米亚科 就这个爷们,1965年生的这位老大哥 人家自个儿 就把公司遣散了 把钱全部花出去 把海内海味的钱全部集中起来 就是组建了一个 就是战斗营,保家卫国呀 这就是乌克兰 所以,乌克兰永远也不可能 被别人给政府的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大家去尊敬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 好,谢谢,再见,拜拜